是 喂 是 是 你说呀 谁知道啊 这电梯一天坏 坏八百来回 那我走楼梯 我走楼梯我不怕呀 我跟你说后面有个人跟着我 真的 他还拿把刀老下人了 你说我咋着呢 你说话呀 我咋着啊 喂 喂 你这关键每天 卖吧 喂 咋的 泰森 还要跟我打一张啊 哎呀拉倒吧 昨晚 不都让我干卑夫的了吗 今天又起刺了 那那那那行 那那你明天再穿个角吧 我跟你说我明天啊 要不把他打得满地找耳朵 我都不是中国辽宁女汉的 喂 哎呀哎呀妈 完了 完了破溜酸了 哎呦我 我的脸呢 哎呀 啥子 妹子你哭啥呀 你你破溜酸 我这是嘴 谁加个嘴破溜酸呢 好 那你跟着我干啥呀 谁跟着你呢 你呀 我加个这儿 你 哎呀 你就来个痛快就得了 哥 好 在 我加在这儿 你你加个这儿 对呀 你不可能 我我都在这儿住五十来年了 我怎么没看着过你呢 我是五十年后来的 你进去 那 那你有钥匙吗你 有钥匙 别害怕 啊 那那那你把门开头啊 嗯 嗯 那你开开门进去 嗯 哎呦我去吓死我了 哎呀 好 那坏人家 嗯 那牙挺我意思 嗯 哎呀 哎呀 好香啊 有点饿了呢 你说你 我找点吃的吧 有点饿了 吃点啥呢 不行 放外面吧 过两天 给我接着个对象 我这减肥不能吃 哎呀 哎呀 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呀 我就少垫了一点点 哎呀 哎呀 咋停电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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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竊肥了啊 我刚交的呀 有了 有了 上旁边那屋问我去 他人家如果没停电的话 证明我就没签电费 我上走廊看看有没有电 大 喂 喂 啥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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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呀 你没去找我家破啥啥啥啥啥啥啥 我嘴漏了 破不了了 放心 我就问问你家有没有电 妹子 完了 最近是 他把我家电闸拉了 这啥玩笑 这小眼睛这也太坏了 那啥 那个啥 你回去吧 他家有电 你家有电 他家有电 你家怎么能有电的 真的假的 真的 这这这都看电视呢 咋没电呢 看电视呢 那你看啥呢 看啥呢 我看 我看的是 法治剑情史 说有一个小眼睛的小流氓 半夜把一个单身女人家的便宅给拉了 然后伪装成便宫 进入了这个女人的家里 图谋不轨 最后被这个女人一个大批踏就给撂那了 最后使出了大肥皎小肥皎 幅然无影响 总之赵文卓的所有飞脚都用在她身上 给她的女友 然后拍到在地 纽松的派出所法院依法判处 这小流氓死刑 立即执行 压不清场 枪笔一小时零二十五分钟 没用机关枪突出 那是下棋 你别骗我啦 没有电你个啥看的电视 谁 你点蜡看的 你还挺幽默的那妹子 谁幽默 有啥磨啊这幽默 不是 你哪知道我家没有电的呢 你家电炸就我拉的 哎呦我的妈呀你 你干啥呀你啊 我跟你说我啥都没有 你拉我家电炸干啥呀 那么损的你啊 你看让我炸出来了吧 证明我没限电费 谢谢你啊 这啥玩意这么无聊呢 把我当坏人了这是 这也没嘴 这时候得加小一点 这也太狠了 记得我上个月过生生根浪 这里 这是斗骨啊 这是斗骨啊 啊是斗骨啊 是 祝我上日快乐 快快快 啥呀 啥玩意啊 大妹子咋的啦 啥玩意想啊 哎呀没事啊 可能是流浪猫流浪狗啥的 把垃圾箱碰倒了 没事大哥在这里别怕啊 我能不怕吗 我跟你说 我一脚入我就怕黑 天一黑我从来都不出门 我小时候学习成绩不好 就因为不敢看黑板 然后 然后您前面 您前两天一个同事 跟我接上了一下 我都没敢看 那你咋不看的呀 他说他认送洋宝 我老朋友 没事没事 大哥这有蜡 你这么的 你把我这蜡拿入去晾它了 你就不害怕了 哦 你有蜡 嗯 你要送给我啊 对呀 你要拉老婆 我跟你说 就你们盗上这点事我全明白 你这就叫天亮下黑手 你得相信我呀 你这么点 你个门镜看 我把蜡放到你能看的地方 把我回屋 行不行 啊 那行 那你等会儿啊 行 你放吧 这行吗 这不行不行 太近了 看不着你 这呢 太远了 太远了 这儿 这边行 行 我回去啊 没事 回去吧 进去吗 我进来了 我进来了 怕几年呢 我来逗你玩 我来逗你玩 你干啥呀 我瞎你逗你玩呢 没事你去吧 你们挺大的老爷们儿 你们挺大的老爷们儿 弄个毛下不着了啊 这不有链了 你说我是不是有点太神经质了呢 好像有点误会他了吧 小眼儿呢 人儿好像还挺好 是吧 那我 为他送来吃的吧 也不知道吃什么吃饭 把他送来吃的去 哎呀 就是一个萝卜她了 谁呀 我是打太酸的那眼儿 让吃吃啊 你吃饭了吗 我吃完了 你吃完了 我吃的饺子 酸的馅是六个 十六个呢 你进车 你进车 那停电就停水的玩 你搁啥猪的饺子 我搁醋猪的 我搁醋猪的 你家醋能煮饺子 你跟楊楊楊楊看的事 我就跟他醋猪的饺子吗 不是 啥事儿 哥你把门开了呗 太晚了 你什么事儿吧妹子 那你就开开呗 我一个女的 还能把你咋地呀 这里吧 黑 就点黑 是你的哥 你这屋 你这屋子这么黑呢 我就喜欢黑 从小就喜欢 越黑越好 我早晚把松花宝取回来 啥事儿 太勇敢了 那我知道了 那你就一根辣 你就给我送过去了 小事儿 咱俩是邻居 你就别说是邻居 就不是邻居 我也得帮忙啊 哥你心太好了 那个什么 我也没有啥 就这一个萝卜了 这无怪怪黑的 要你上我家吃点 我家能够什么东西 不好不许 哎呀 走吧 没事 怕啥的 哎呀 来吧 这万物最好爷们 你别这事儿 哥 你看 这家 气氛还挺好啊 对吧 这 这得放上面 烛光晚餐 再配俩猪爪子正好啊 你咋知道我爱吃猪爪 真有 不好意思啊 第一回见面就上你家来吃 哎呀 这不是挺突然 这不是停电了吗 是啊 那来电呢 来电你就回你家呗 你一个大老爷们上我家啊 来电了 我得回去了 哎 停停坐 坐坐坐坐 这咋 今天我还不信这顿饭 我还吃不好过来呢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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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 这得拿着 你特意抱住的 哥 哥 你说我刚才实在是不好意思 还总定为你 是 其实邻里之间不就应该互相信任吗 是吧 对 哥 今天为了咱俩那么多误会 突然间的消失 咱俩干杯 干杯 干 我说鸡的 我说龙的 你俩是绝配 绝配 谢谢 现场所有的好朋友感觉 杨仔和他的爱人演得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 打泰森那块挺有意思的 就是一开始 一开始一看这么一个女孩 其实他这么讲是 非常的想象强壮的 其实他特别的胆小 后来邻里之间 又这么 这么亲近 互相帮忙 能在一块 我觉得挺温馨的一个故事 我现在首先得说春阳非常好 因为他这种幽默 我们看着像冷幽默 其实很难把握 因为今天几乎所有的包 我都需要他翻一下 小沈阳呢是抖开 然后又春阳来翻 所以他这种演技 在我看来 他比以前的水平 又提升了一块 沈阳老师对这个作品有何评价 因为他们 从跟我上完春晚之后 一直就没有在演小品 就是在小品的作品当中 出现很少 因为说实话呢 我从心里头感觉到你们俩 就是要逼想象的好 看起来就是你们认真准备了 而且这个故事这个情节 邻里之间相互存在的那种不信任 包括整个上场的那种 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很惊奇的 后来泼溜酸那个吹完牛了 泼溜酸那都挺好 但是煮饺子那这儿 他说没变加啥煮的 你可以就说我用溜酸煮的 那他这个要比你那个醋还要好 他的都是衔接的 这个作品还很好 就是有进步 你们俩还挺认真 好了 谢谢 这位本山老师的意思是 作品也不错 演的也不错 那最后我们听一下香姐好不好 好了我是观察员啊 那其实我觉得 因为他们俩是两夫妻嘛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中 一定是很默契的 所以我相信如果 再给你量身打造一个更好的作品的话 我相信那个 效果是天下无敌的 加油